第八百七十一集 清明上坟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雨断魂 今年清明没有雨 长安城的老百姓 却都没了魂 清晨时分 天刚茫茫亮的时候 卖药郎皮三 拄着拐棍啊 抽了一份黄纸就出了门了 当荣卒打过来的时候 他就被朝廷征调去守城 做些个搬石头运箭的口差事 城外荣卓正调民夫 城内也做同样的事呢 每家每户都有被分配到头上的名额 大户人家自然可以用钱买人定差 雄亏人家的后生 也可以替富人家出人 以此呢来换取一笔钱财 供家人穿衣吃饭 若自己在城头办事得利 被上官看重 提拔到军中任职 对普通人家来说 也未必不是一条出路 卖药郎皮三上场没多久啊 就被砸断了腿 从此走路都得拄着拐棍 本该有一笔抚恤金 层层盘剥之下 最后烙在皮三手里的 油也几乎等同于没有了 即便是足额到了皮三手中 其实现在钱也没啥大用 如今长安城 迷笔金贵啊 普通人活着本就艰难 那何况皮三还摔断了腿啊 以往啊 他卖些个老鼠药 大力丸等等度日 这腿摔断了之后 日子愈发艰难 但蛇有蛇路 鼠有鼠道 靠着坑蒙拐骗的鸡贼本事啊 他竟然也活了下来 走出不远 来到了一座坟秋前 把皇旨点着了 又理了里坟前枯草 老哥 今日祭拜的 是自家仙人 还未在坟前坐一会儿呢 便有一个警服男人走过来 皮三啊 瞥了他一眼 又把头捶下了 不是 那是朋友 也不是 我和这坟里的不熟 呃 这锦衣男人彻底无语了 问也不是 不问也不是 最后啊 就问 老哥如何称呼 皮三 没药的 皮三显摸了一下 身上的不口的 呃 蛇虫鼠药 爹打算伤 一手延年的缠绵药 生不出孩子的补胎药 还有滋补养生的壮阳药 我看您面色有点虚啊 要不要来点壮阳药 咳咳咳 咳咳 不必了 不必了 我的身体 还撑得住 大官人也是来上坟的 算是吧 要就不用了 大哥 陪我聊会儿 李月天说着话伸手入怀 下意识想掏银子 却发现身上分文也无啊 当今天子兴之所至 在城中闲逛 怎么可能会带金银呢 皮三眼巴巴的看着他 李月天竟有些抬不起手了 他只得啊 从腰带上摘下一颗柱子来 老哥买些酒吃 也买不得什么酒啊 我听你口气很大 以为是要把玉佩给我呢 李月天看了看腰间悬挂的玉佩 咬了咬牙 穷山恶水出刁民啊 家传的 让老哥笑过 老哥家里几个儿女 仨小子 两个闺女 多子多福 老哥好福气啊 唉 都死了 呃 刚出娘胎就饿死了 卖给大户人家做丫鬟 后来也不知道什么事 跳了紧 应该赔些银子吧 大儿子找上门去 被暴打了一顿 说是我女儿偷了人家东西 不找我赔钱就算不错了 大儿子最后 在家里养了三个月 没保住命 最后也去了 李月天到现在真是无话可说了 脸上再没有挤出一丝笑容来 老哥还没有告诉我 坟里埋着的是什么人 其实我和他也不熟 原先是个青楼歌姬 据说还很有名气 许多达官贵人捧场 但烟花女子嘛 货福不由己 不知招惹了谁 最后做了个半开门的暗唱 后来遇到一个从前的客人 大概是没脸见人 自己寻了短见 那客人算是不错 给了一笔钱 托我将人埋了 据说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事 我就不大清楚了 倒是一位艺人 可惜啊 我也不知道那位老爷的民性 长得是挺险恶 心底却是个好人 人哪 当真是不可貌相 有些小白点长得细皮嫩弱的 骨子里却小气得很 老哥的腿是怎么绝的 啊 这个 上面下了绑纹 要我上成搬石头 所以腿就绝了 竟还是为上长安长上的 老哥也是一位艺人 我不是 这腿是我故意摔断的 好好的身体 为何要 哎 要不说 你这个人不明白啊 伤了腿 我就不用再上城墙 和我一块上城的有十个人 现在只有我活着 这位大官人 你是说一条腿重要 还是性命重要啊 老哥说的有道理 是在下糊涂了 你刚才是不是想问我 为何要给非清非过的人烧纸 其三看着面前的坟修 慢慢又说 其实 我是想起原先那位客人 想起那位客人 就觉得世上还有人念着我们这些人 还愿意为我们这些人做些事的 每见到这座坟 心里便踏实些 这一刻李月天不再无语 是彻底的无地自容啊 帝国很大 但这帝国姓李是李家的 如皮三这种人都是李家的子民 说来说去啊 李家还是有些不称职了 李家作为帝国的主人 究竟是积德多还是造孽多呢 想到这儿李月天站起身来 双手抱拳 今日多谢老哥教诲 受教了 要不把玉佩给我 呃 李月天笑了笑 伸手啊 摘起了腰间玉佩 最后一个问题 据老哥看 长安城究竟守不守得着 皮三接过玉佩 很是认真的看了眼橙色 然后嘴里边嘟弄一句 冰荒马乱似的 不好出手啊 抬起头见李月天 仍然看着自己 正期待着问题的答案 他把玉佩啊 先收起来了 想守便守得住 不想守 无论何时也守不住 至于究竟想不想守 还要看陛下您的心意 李月天皱着眉 沉思着皮三的话 听到最后一句时 忽然一惊 他瞪大眼睛看着皮三 却见皮三拄着拐 一瘸一拐的 第872集 帝王之诗 皮三当然认得李月天 他在城墙上 可搬过石头 顶着戎族的剑雨前行 那时候摇摇见着李月天 是劈盔戴甲 在城头指挥 皮三觉得自己 是长安城的一分子 会与这座城池共存亡 李月天立在原地 看着皮三的背影远去 意欲不发 这时候随行的鱼龙卫啊 大老远就凑了过来 给李月天披上了大场 回去的路上 李月天一直在 思索皮三的话 在李月天的成长过程中 受益恩师很多 不乏有饱读诗书的 大儒鸣满天下的武师 但给他启发最多的 却是今日遇见这皮三 帝国已危在旦夕 李氏王朝的统治 将走到末路 这场大难 说来是戎族入侵造成的 可是你往身里琢磨 是帝国豪强 诸侯割据 但归根结底啊 还是因为如皮三这种人 没了好好过日子的可能 如果人人安居乐业 人人衣食无忧 怕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落得近日之局面 从前李月天眼里 能看到把持朝政的全臣 割据的诸侯 虎视眈眈的荣族 唯独看不到 皮三这种人 在他想来啊 这样的人是愚蠢的 麻木的 下重不可与兵的 可事实却未必如此 今天皮三早就认出自己 可还是说出那些话 他甚至不怕得罪李月天 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天下共主 一个是两袖空空 一无所有 一个天子 一个匹夫站在一起 因为一无所有 所以不用害怕 李月天安想 是不是自己看得太高了 却忽略了脚下的土啊 帝国立足之本 不在名将 不在强兵 而在这些陆路众生 黎民百姓 想到此节 他忽然想起李行哉的事 自己这位六弟 曾经流浪天下 与贩夫走足为伍 甚至还落过草 做过贼 假若从一开始 就是他坐这龙椅 结果会不会好一些呢 清明时节 程大雷啊 可还有很多事要忙活 根据时间推算 花容应当已赶到梁州 但距离啊 勤瞒率领大军赶回来 还有些时日 这段时间内 程大雷可没闲着呀 不断派出人手刺探 龙族情报 作战方师啊 军队组织啊 粮草公英啊 更重要的是排兵布阵 目前此地的人 可都是能争贯战的好手 每天都有 源源不断的情报 汇总过来 再由程大雷几人分析 如果暂时还未想出法子 是因为了解的不够多 但只要足够多的情报 到了手里边 一定能想出破敌之策来 程大雷坚信这一点 也彻底地执行这一点 经过这些日子的折腾啊 对于接下来要做的事 已经有了点眉目了 大当驾 大当驾的 你看谁来了 程大雷胜 皱着眉思索眼前状况 不听得徐神机大呼小叫 他抬起头 首先呢 就看到了李行哉 身后还跟着徐问天 哎呀 你没回东海啊 本来打算回的 结果听说你在这里 便过来看看 我就说嘛 你怎么可以不来凑热呢 你瞧 我还给你带过来一人 正说的话打门外又闪尽于人来 属下白元飞参见大当家 程大雷也是好久不见白元飞呀 不是你们俩子还整一块去了呢 属下一直在周围活动 看可有做事的机会 荣族铁板一块也不容易下手 后来无意中与李王爷遇上 又听说梁州人马在此处 却没想到是大当家亲至 程大雷点点头 白元飞活跃在最前线 他又是老道的情报探子 自然知道许多关于荣族的消息 现在恰到好处的出现 自己呀又得了一个得力助手 在程大雷与白元飞叙旧的时候 李行哉偷掩观桥周围的环境 程大雷目前的大本营啊 在一处被荣族扫荡过的村镇之中 四处都有警戒 一旦被荣族发现 便可提前转移至大山之中 当真是程大雷的布阵风格啊 滴水不漏 魏律盛先律败 李行哉轻了轻嗓子 打断了程大雷和白元飞的对话 你舍得出现 肯定是打算做些事的 可有法子了 程大雷左右看了看 随后目光就落在李行哉身上 你现在有多少人吗 不足一万 够了 哼 姓程的你好大口气 荣族可是有二三十万人嘛 各路捉猴十万大军 几乎都没有与荣族掰手腕的资格 区区一万人嘛 你便说足够了 说到这儿李行哉忽然想起 在青牛山程大雷曾经用区区老弱 便抵挡荣族十万兵 眼前一万历经沙场的士兵 对他来说可能真的足够了 和你同处在这个世上 真是令人心灰意冷啊 什么法子 请君入旺 仔细说说 程大雷秉退左右 屋内只剩下自己和李行哉二人 李行哉见他如此小心 知道他说的是要紧事 于是也认真倾听 程大雷在桌上摊开一副卷轴 你来看啊 这是我差人会下的荣族大营 眼下长安城四面都有荣族兵马 各个山道要塞 也有荣族人屯兵 现在荣族不止围了一座长安 是控制了整片区域 李行哉错过深切 短短时间 程大雷便能够绘制出这样一幅地图 实属不已 帝国之大 说到对地图的重视 无人能助其右啊 你想袭击荣族大营 用区区一万人吗 我又没疯 我的目标呢 是荣族屯在长安西边 李子坡这两万人 李子坡在往西三十里 便是一座峡谷 将荣族引入峡谷之中 多备火药 炸塌峡谷来一场 瓮中捉鳖 此战要紧之处 是荣族为何一定要追击 我亲自挂帅 以我的名字作诱饵 况且荣族连战连胜 士气必交 有道士 交兵必败呀 嗯 论荣族最想杀的一批人 你一定高居榜首 这条计策不是不可行 但是啊 还有许多细节需要确定 现在的观念是 你愿不愿意借兵给我呀 第八百七十三集 西兵如金 现在的问题是 你愿不愿意借兵给我呀 李雄斋听了程大雷的话 明显愣了愣 他办上没言语 咋的 不方便呢 你现在有多少人 七八百吧 都是金兵强将 以一滴百的能力 你并不知道我会来 所以就是说 如果我不出现 你就要用这七八百人 执行计划 是不是少了点人 李雄斋一拍脑门 心中一阵阵无语 怎么的 你就说借不借 兵可以借给你 但是你这个计划 还有诸多不通之处 我需要知道全部细节 比如 如何在峡谷中设服 那么多火药 你运得过来吗 要不说你是个了不起的人 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了 记得冰州之战不 我当然记得 我这条腿 就是那时候丢的 我从冰州撤退的时候 在此地藏了一批火药 现在可正是用得着的时候了 你那个时候就算到这一节 也未必完全算得准 这有备无患呗 李雄斋就彻底无语了 若说不信程大雷的话 那这数量巨大的火药 如何解释 程大雷抬起头 发现李雄斋 双目专注地望着自己 倒是把程大雷看得直发某 怎么了 程大雷 你其实挺丑的 哎哎哎 咱俩熟归熟啊 你再这么乱说话 我跟你说 我我我意旧揍你 我会啊 因为你长得丑 所以人们常常忘了 你有多可怕 程大雷没有发觉 李雄斋最后啊 叹了口气 程大雷模样 确实谈不上英军 虎背凶腰 面目粗犷 把小孩吓哭不止 这种事也不是没发生过 但男人的相貌 本不是十分重要 堂康梁州之主 那一举一动 牵动着无数人的生死 主宰帝国局势走向 程大雷自有其威严在呀 此战细节暂且不论 假若一切按照你的计划来 此战能够获胜 但依旧伤不到戎族根本 然后呢 你可有什么打算 此战若能获胜 一可灭一灭他戎族威风 二能提阵长安守军士气 这一战结束后 秦蛮就会带大军赶刀 到时我们能做的事可就更多了 李雄斋文言眼前一亮 秦蛮要来 带了多少兵吗 一万 程大雷 你可真是惜兵如金啊 还凑合吧 人命贵重啊 你如此节俭 可要知道长安城未必撑得下去 嗯 李星斋啊 戎族出动大军南下 所图不小 你我纵有偷天换日的手段 施展十八般本领 那戎族仍然不可小觑 若想彻底击溃戎族 必是一场血战 你我将许多年积攒下的家底 彻底投入进去才有一线胜算呢 很难 那都得有过苦日子的准备 如今也不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吗 聊一聊吧 这一战 你准备怎么打 二人沉些心来 细密确定此战细节 根据目前的情报 不断将计划推导重来 程大雷面粗心细 若不是有这份算计的本事 也未必能挨得到今日啊 却说囤在李子坡的戎族 属于戎族八部中的雄部 此地囤了两万余人 一部分是戎族的本部人马 一部分由民夫和降兵组成 戎族之所以囤兵在此 主要原因是防着西边 过来支援长安的人马 而来自西边的主要人马 则是程大雷麾下的梁州兵 所以戎族在紧盯长安 这块南肯的骨头时 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盯着帝国各处的一举一动 李子坡戎兵的首领 叫做烟化虎 李子坡戎兵负责防守 而不是进攻 这儿已经属于战场外围了 而普天下都知道 戎族是善攻不善守啊 攻城掠地自然战无不克 又能掠夺财物 而负责防守的一方 则可能整个战争都没有用武之地 伤不得战场 也就没有立功受赏的机会 如此呢 也可以说明烟化虎 在戎族中的地位 烟化虎那是自家人之斗自家事啊 或有些自暴自弃的意思 在李子坡安营扎寨之后 整日里无所事事 无非是虐待俘虏 命手下四处抢掠女子 送到大营之中 供其荒淫取乐 宝宝 一赤猴快步走进大帐 烟化虎正搂着两个女子 在营帐之中淫乱 这烟化虎啊 好凶恶的小猫 身胖体大赤裸身材 胸口一巴掌的护心毛 在其折磨之下 两个帝国女子已是奄奄一息 怕是死多活少了 被阻了好事 烟化虎有些暴躁 什么事 报 西北屋里外 有一支帝国军队靠近 帝国军 属于哪支部队 谁的人吗 暂且无法分辨 也有两千人马 当真有不怕死的寻上门来 取我兵器来 让俺会一会他们 烟化虎 披挂整齐 点起三千人马 等他准备妥当 第一军以席指迎前 戎族自从入关之后 可说连战连胜 显有败计 即便有所损失 也不过是不分胜负 谈不上败仗 如此可长了戎族士气 也助长了他们的骄互 面对这支打过来的敌军 烟化虎没有选择防守 而是主动出击 进攻永远是最好的防守 烟化虎深信这一点 带着三千虎狼就冲杀而去 两千对三千 从敌人营中冲出一个 骑黑牛的汉子手里 轮着一柄大斧 最好的结果竟是 烟化虎溃败 当大营里边更多的人马 冲杀出来的时候 敌军才选择退却 在十里外扎营 此后这支奇怪冒出来的人马 封锁了烟化虎向外的通道 在附近不停地展开 袭扰站 三天两头过来袭击 当想要与他们决战之时 人也便立刻后撤 烟化虎的好日子 完全被摧毁了 不胜其扰啊 最后他不得不派人把消息传出去 送到戎族大本 第八百七十四级 请军入瓮 却说戎族王野原火 接到烟化虎传来的消息 大吃一惊 他撤离了围杀程大雷的兵力啊 一方面原因是 主要精力集中在长安城 不可能两面开战 另外也有一些原因 他是暂时不想和程大雷针锋相对 那任谁想来 当自己的兵力撤退后 程大雷会第一时间返回梁州城 回到自己的老巢 可他决然没有想到 程大雷竟然没撤 反而卷土重来 这是要和自己全面开战的节奏啊 纵然跟随在程大雷身边多年 却依旧小看了他的凶狠 面对眼前状况 这野原火不得不认真起来了 无论如何 程大雷都是他心中的一道坎啊 没有真正胜过程大雷一次 这道坎他就迈不过去 他必须暂缓攻击长安城 命令本部不动 也知道程大雷阴损得很 免得被其所趁 令箭传到烟化虎处 命令他无论如何 也要击溃程大雷 一枉成情 程大雷使其心腹大患 是帝国境内少数他忌惮的敌人 若是能将程大雷绞杀在此处 也了具了野原火的一块新兵 炎化虎得令之后大喜过望 他也是草原上长大的男儿啊 纵然有些荒淫残暴 只不过是平素的爱好 他也算一军之将 想凭着跨下马 手中刀 征战沙场 他立刻集结大军 冲击程大雷本部 大军浩浩而下 却发现程大雷留给自己的 只不过是一座空营 程大雷所属人马 恍若突然消失一般 再不见踪影 双方在这片密林之中 就展开游击战了 程大雷偶尔偷袭一把 然后立刻脱离战场 为达成剿灭程大雷的目的 野原火命令其他部队 配合烟化虎的行动 各军窜入这片密林丛中 四处搜寻程大雷踪迹 事情演变到这一地步 烟化虎不得不拿出全部精力 本来自己是这场战争之中 做棱板凳的替补 好不容易轮到自己上场 那风头怎么可能被别人抢走啊 折腾了几天之后 终于又发现程大雷踪迹 双方交了一战 因为兵力太过悬殊 烟化虎在此战之中获胜 打得程大雷是落荒而投 连日来的憋屈 心胸之中淤气的怒火 此刻终于发泄出歇许 烟化虎松了口气 我就说嘛 程大雷不过徒有虚名 他程大脑袋算得了个什么呀 还不是被自己打得 跟个丧家拳一般 那好不容易被自己逮住 怎可能让程大雷逃走啊 烟化虎一马当先 追在队伍最前方 双方是打一阵跑一阵 各自都死了不少人 但烟化虎拼得起呀 只要能杀了程大雷 拿出一万人田也值得呀 可他程大雷本就没多少人 不断捡员的情况下 他绝撑不了多久 这个折腾了大半个帝国 不得安生的恶贼 终于要死了 而且还是要死在俺的手中 白人 烟化虎手握马刀 口中大贺 将军 将军 回报大王 程大雷的人头被烟化虎砍了 手下一愣 心想这不还没抓住程大雷吗 烟化虎似乎知道手下所思所想 咧开大嘴 程大雷亦是某家囊中之物 今日必死无疑 先回报大王 让大王先知道这个好消息 某稍后就提程大雷的人头 去见大王 是 手下拨转马头 飞马奔向荣族大本营 冲啊 今日定要杀了程大雷 烟化虎跟打了鸡血似的 冲得最快 喊得最响 荣族其他队伍也涌了过来 不仅烟化虎想杀了程大雷立功了 那其他部队首领也是同样想法 前方出现一道峡谷 人人亢奋 争先恐后 他就闯进去了 李行哉 立于悬崖之上 看到这一幕 不由口中叹气啊 本想往烟化虎万余人 就算不错了 却没想到 足足打进了两三万人 荣族 真是恨程大雷不死呢 大王 该动手了 程大雷已经引军入瓦 关门打狗的事情 就由我们来做吧 事先准备好的山石滚木砸了下去 其中还夹杂无数火药 爆炸引起峡谷两侧坍塌 可就封堵住了前后出路 前边的人进不来 后边的人出不去 只能用天灵盖去顶空中的落石 看看谁比谁硬吧 那最后的答案 石头肯定比天灵盖硬了 帝国各路诸侯之中 也不唯独梁州有火药 东海江南 甚至包括长安城 天下诸侯手中多有火药 只不过质量比较差 跟这玩意没法比 阴天下雨都会影响火药使用 而天气太热 火药又会自燃 因此很多家都不愿意使唤这玩意 唯独程大雷使得是得心应手 李行哉在蛤蟆寨时 也想把那火药配方搞到手 结果却一无所获 也不知道承大雷从何处 搞到这么多方便使用 性能稳定的攻城利器 再说野猿火 在大仗之中来回夺步啊 自打戎族入关至今 他少露出这种坐立不安的样子 观念是今日的对手是承大雷啊 胜负太要紧了 不由得他不紧张 报 齐名大王 燕化虎将军 已将承大雷斩杀 当真 千朕万俱 燕将军让属下先行报训 他稍后就提承大雷的人头来见大王 野猿火愣在那儿了 忽然跌坐在太师椅上 报信楼楼抬起头 只见大王呆愣愣注视前方眼神发直 表情发愣 这是怎么回事 大王这是高兴坏了 野猿火脸上的表情变化 那是悲一阵洗一阵 最后楼楼都被吓住了 只见那大王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可双目却是泪水连连 大王这是疯了 就在此时 耳轮中就听连绵不绝的爆炸声打远处传来 这才让野猿火回过神来 他走出大帐 望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前方是什么情况 白无双看着远处 看方向 应是烟化虎与程大雷交战之地 莫非事情出了岔子吗 野猿火嘟弄了一句 忽然又想 无论如何程大雷被杀了 不管再出什么意外 都算不上意外 都值了 说来燕将军 倒是个可看大勇的人才 倒是我埋没了人才 野猿火心中暗响 日后啊 必须得重用这烟化虎 这是个人才啊 第八百七十五集 兵法大师 峡谷之内血肉横飞 从天而降的巨石 将头颅砸成肉酱 因爆炸而飞起的石块 锋利地收割生命 峡谷上空生起的尘雾 因竟然鲜血太多的缘故啊 竟然是红色的 戎族啊 之前有多想闯进峡谷 现在就有多想出来 他们的眼睛已经不能视悟啊 耳边只听得歇斯底里的 惨耀嗡嗡之响 刚才还生龙活虎的战友 转眼可就成了尸体了 这几乎就变成了人间炼狱啊 李行斋站在高处 眼看着这一幕 眼神竟有几非悲悲 程大雷杀人如马 就不怕遭报应 戚戚光丽在其身后低声说了 大王 好像都是咱们杀的 我只不过是从犯 公权在程大雷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呀 说吧 强打精神 又恢复了那种风雨八面 不动声色的表情 走吧 改我们做事了 从戎族大军闯入这座峡谷开始 便几乎已注定结局 胜令的果实终究由程大雷摘去 没来得及闯入峡谷的戎族 已经呆了 亲眼目睹这场杀戮的展开 之后隐于附近的帝国军冲杀而出 把这支残军进行痛快的杀戮 关于张肥杨志等人为先锋 士兵的士气由这几人可就带动起来了 戎族向来强悍的士气 在这时候已经崩溃了 转回身来开始四散而逃 把背后可交给敌人 那就注定失败呀 戎族大营内野元火仍在等待 前线的最新消息 关键是等着烟花湖 把程大雷的人头给撑过来 他已经想好下一步的行动了 一定要对烟花湖重赏 重重的赏 也一定要给程大雷厚葬 厚厚的葬 人死账销 怎么着啊 都得给程大雷啊 献上敬重 报 一鸣喽喽达远处跑到近前 哭通一声跪道在地 野元火就站起来了 烟花湖将军在何处 将军 将军他死了 怎么死了 不是刚刚杀了程大雷吗 亲民大王 烟花湖将军 被程大雷引入峡谷中 突然天将军时 爆雷连连 闯进峡谷中的数万大军 全部牺牲 燕将军死在战场上了 什么 野元火有些不太相信 刚才不是说程大雷已经死了吗 要知道战场上谎报军情的 可是死罪啊 烟花湖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呢 那程大雷呢 他的尸首在何处 野元火心底算一笔账 如果死了个烟花虎 换得程大雷一条姓名 那无论怎么算 这笔账都值了 程大雷 手下不知其下落 渐渐地回了报信的人 是越来越多 野元火才算了解了 这场战斗的经过 他跌坐在太师椅上 眼望帐外风景久久无言 白乌双发现 他脸上表情不太好看 在旁边开口还圈 大王不必过分着脑 那程大雷逃得了第一次 未必逃得了第二次 总是有机会杀掉他 野元火摇摇头 脸上挂着苦笑 他 不是那么容易杀的 扪心自问 经过最初的慌张后 对于这个结局 他竟不觉得如何意外 似乎他潜意识中认为 能杀得了程大雷 会是一场侥幸 反手被程大雷 阴上一把 那才是情理之中 如果注定如此 似乎也不必太过意不决 我需要这场战斗的 全部情报 记住 是全部 西方有火起 李行才率军杀入了 戎族的李子坡营地 烧杀劫掠 把粮草兵器一扫而空 能带走的吧 反正全都带走了 那带不走的 干脆营地里放了把火 复制宜军 程大雷率军赶到 双方在此地会合 此时也可为这一战 画上一个句号了 撤退时 二人登上山头 摇摇望向长安方向 长安城下 兵具如乙群 远远望去黑压压一片 黑色乙群准备蚕蚕长安城 也在蚕蚕着帝国百年基业 此战关乎天下未来局势 不知不觉间 这千斤重担竟压在二人身上 会很难 但未必做不到 怎么 你有法子了 还在想 等秦满满子军到了 咱们能做的就更多了 事情没那么容易 但也绝非做不到 这就是二人此刻面对的局面 在此时 谁也看不透未来 无非是走一步路 尽一份力 做好自己该做的吧 也不知道这野猿火什么来临 短短时间竟能统一戎组 挥尸难下 谁知道啊 是个棘手的敌人啊 伴随着轻轻叹息声 二人渐行渐远 消失在山林之中 因为这场战斗的失败 野猿火必须要调整 大本营的布置 加强外围防守 面对诸侯联军 他可以一战击溃 可是面对程大雷 他必须警惕啊 暂缓进攻长安城 开始收集各方情报 复盘这场已结束的战斗 因为野猿火明白 从这场战斗当中 自己一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以目前形势来看 长安城已是他囊中之物 日后进军中原席卷天下 那也是时间的事了 他还年轻啊 已经做下许多了不起之事 荣耀足可以追赶任何一代先祖 他本有资格骄傲 可每当想起这片大地上 还活跃着程大雷这个名字 日后他终将成为自己的敌手 野猿火的心情就无法再轻松起来 荣族复盘这场战斗的时候 李行斋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说起来这场战斗的经过并不复杂 无非是引荣族进入峡谷 再以埋伏击杀 其实说的简单 可能否做到便是高手和庸人的区别了 正如谁都知道 煮肉你得先把水烧开 但火候的把握啊 配料的增加 最后开锅的时间起锅 一一都是西厨功夫 从这个角度讲 程大雷的确称得上是兵法大师 与荣族交手多次 帝国军事输多胜少 没有这一次 那是干干净净的一场大胜啊 就连七级光等人 也对程大雷佩服不已 都知道关于用兵如神 可关于啊 还是程大雷一手调教出来的 第876集 长安之威 程大雷相貌凶恶 也没多少修养 这常常让人忽略了 他有多狡猾 往好处说呀 他是精于算计 往坏处说 他是阴孙 谁知道这粗人心里边 装着多少坏主意啊 想到这儿李行哉 心底忽然觉着不寒而栗 当真不能小瞧了这粗人呢 话说自己手下 也有个精于算计的楚云生 不知双方碰一碰 谁高谁低啊 大仗之内 七级光徐问天马超 几个人都焦头截耳的议论 话里话外啊 对这程大雷都佩服得紧 李行哉 眼望这一幕 心中不由暗想 不能再和程大雷合作了 再跟他凑合到一块去 非得把自己手下 这帮人都忽悠过去不可呀 好了好了 我看程大雷也不过二 依我看 这一战还是运气成分居多 话也不能这么讲 程大雷这个人狡猾得紧 说话的是马超 提起蛤蟆寨的人 他就是咬牙切齿啊 荣族连战连胜 所以交兵必败 数次偷袭 挑起荣族的怒火 最后方能引荣族上钩 其中的方寸火候把控 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我们偷袭了荣族 在李子坡的大营 抢得一批粮草 以足够这几日的消耗 唯有七纪光察言观送 发现李行哉的脸色不太好看 他赶紧呢 就把话题转开了 大王 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关于这件事嘛 我需要同程大雷商量商量 李行哉与程大雷的人马 是分两地扎营 相距不算太远 可也算不得太近 目前这程大雷手下 不过七百余人 李行哉手上不到万人 就算将双方兵力 都加在一起 对上强大的荣族 也捉襟见证 眼下只得等着 蛤蟆寨的大队人马赶到 勤门不到 大家所能做的事也不多 以时间推算 李子波战役结束后 勤瞒当也快到了 咱再说长安城内 罗程被召入了皇宫 虽然李月天经常在城头出现 与罗程也算经常见面 但如此郑重其事的召见 确实也是罕见的事情 李月天在御书房内召见罗程 罗程心中有些打鼓啊 公公静静上前行礼 抬起头来 却见李月天又轻瘦了几分 额前已经有了几缕白发了 想起他的年纪 罗程心中也难免有几分苦涩 罗将军 依你看来 长安城还能否守得住 臣唯有死战意图 拼死守卫长安城 朕问了不止你一人 大多是这样的话 可朕想要的不只是你们的忠心 是真正守城的法子 朕认真问你一句 你当真觉得长安城能守得住 罗程抬起头来 发现李月天双目紧紧盯着自己 这一刻他的一颗心 砰砰吃打鼓再也无法克制 长安城能否守得住啊 问长安城十个人 十个人或能给出十个答案 但其中不会有一个答案是 李月天想要的 连长安城里的傻子都知道答案 李月天不会不知道 罗程自然也清楚 罗程终于鼓起了勇气 陛下怕是要考虑 成破之后的事情了 一句话出口 罗程的一颗心可悬在嗓子眼了 只见李月天颓然倒在椅背上 整个人想突然间苍老了几岁 虽然早已知晓答案 但仍然愿意相信 会有另一条路可走 现如今呢 这层窗户枕也被罗程给捅破了 眼见李月天神色不对 罗程又说了 陛下 长安城未必守不住 只要 谁都在对朕撒谎 没有你对朕说的一句实话 你是朕的忠诚 眼下朕有一件事要你去做 你可愿意答应 微臣愿为陛下粉尸碎骨 朕是帝国的天子 不天之下莫非王土 帅头之兵莫非王臣 帝国千万百姓 都是朕的子民 朕不能给他们一日三餐 四季衣衫 是朕的罪 陛下言重了 你与朕都明白 长安已经守不住了 一力守下去 也无非是让长安城的百姓 与我李家陪葬 这是李家的罪 不该由百姓承担 陛下交给我做的事是 朕让你出城一堂 这件事 悄悄地做 暂时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陛下的意思是 与戎族和谈 不是和谈 是投降 和谈至少是双方平等地坐在谈判桌上 但眼下帝国与戎族已再无平等可言 更何况 戎族这次南下与以往不同 可不是说抢点财物 抢点女人 那是要抢整个江山呢 当然李月天手中也不是没筹码 真向戎族投降 或许能让长安城免遭战火 但也将李氏统治帝国的正统拱手让人 罗承感觉嗓子有点发紧 陛下 您当三思 长安城未必守不住 这件事过后 朕将会是千古罪人 而这罪名 也将由你分担 你 愿不愿意同朕 一起分担这骂名 愿为陛下分忧 李月天点点头 无力地坐回到椅子上 你退下吧 朕去 经过今日之事 罗承方才体会到一朝天子的不义 进 长安 沦为废墟 百姓陪葬 退 便是千古骂名 历朝历代的文人莫克 可会指着李月天的脊梁古马呀 可进也是错 退也是错 这便是一朝天子的为难之处了 罗承离开皇宫之后 独自来到城头 望了望场外的荣族大营 又回头望了望长安城内 等到天黑之时 他照了几个亲近之人到了身边 让对方用藤栏把自己掉下城头 落地之后 罗承独自赶往荣族大营 事实上他还未靠近荣族大营 便被巡逻的兵丁发现 一路抱到野原火处 就连野原火都大吃一惊了 虽然因为下了屠城令 可是他真没想到 李月天会选择这一条路 第八百七十七集 帝王气魄 荣族大帐内灯火通明 野原火、白乌霜 以及荣族各部首领进阶到场 中央是一身盔甲的罗承 众人都保持着沉默 包括野原火在内 数道目光都落在罗承身上 罗承一身银甲 大帐之内利而不贵 脸上表情不卑不亢 一张脸宛若 冰雕玉气般精致 纵是崇尚暴力的荣族 见到这员小将 此刻心底也难免赞一句好相貌啊 雄部首领 怒目时 不音不扬地开口说 李月天派你这个小白脸来投降 是否太没有诚意了 他麾下人马刚舌在李子坡一战中 如今正是肉疼之际 野原火微微垂着头 兜帽盖着脸也不知其脸上神情 罗承扬起头来 我主奉天承运 登基大宝 向来勤政爱民 这一场不义之战 我主不忍百姓受战火之苦 愿开城门 爱民如此 我看是怕了吧 你们这些帝国人 打仗的本事不行 胡说八道的本事 倒是一等一 长安城精兵百万 梁将千元 诸位功成半年之久 可曾打下长安城 我主是帝国天子 是千万百姓的父母 正是念着这一点 我主才愿以身平息战火 若阁下觉得能轻而易举 打下长安城 且可试试 需要容租添多少心坟 才能填满长安城 大胆 怒目时拍案而起 尔乃百败之将 有何脸皮在我面前 夸夸而谈 小心我一刀劈了你 罗承目光平静 朝着怒目时啊 照了招手 来 我也想领教诸位武艺 即到现在 野元火也没出眼阻拦 他内心一直权衡着这件事 心中啊 也想试一试 这罗承的本事 怒目时本就是 想吓唬吓唬罗承 乘一乘威风 可这罗承竟是半步 不让步步紧逼 他手中握着刀 倒是有些进退不得了 目光看向野元火 瞧见他 轻轻朝自己点了点头 这回怒目时 心中大定 伴随一声怒吼 大刀朝着罗承 就披露过去 那当真是 士臣力猛的一刀啊 只见罗承后退一步 拔出腰间配刀 眼神间依然平静 却依然有了些 凛决的杀意 今夜商议的是大事啊 所以营仗之中 除了戎族各部首领 并无护卫戎兵 此刻见罗承拔刀 众人进阶握住兵器 目光紧紧盯着 罗承的膝盖和肩膀 他同怒目时斗计 大家可管不着 可若他有刺杀野元火之心 大家便会一拥而上 将其乱刀分尸 在拔出刀的那一刻 罗承还真动过这小心思 可一看众人的反应 也不得不掩其息骨 他心中也是暗暗纳闷 这野元火究竟有何本事 明明个独眼龙 戎族各部 却对其忠心耿耿 目前他专注面对的 还得是怒目时 面对怒目时的大刀 罗承选择主动进攻 黑刀在掌心捂了个刀花 奴部靠近怒目时 怒目时挥刀一斩 却被罗承避开 寻击再见 大家被罗承眼花缭乱的 步伐所吸引 任怒目时左挥右砍 那刀却进不得罗承的身 罗承胜死闲庭信步 不仅步伐不乱 气度还颇为高雅 纵使在场的都是粗人 可此刻也忍不住暗中较好 怒目时用的是沙场武器 那讲究是大开大合 但其实极其耗费力气 过不了多久便气喘吁吁 出招速度可越来越慢 众人一瞧心里咯噔一下 同时可明白了罗承用意 他这就是在戏耍怒目时 大家不由心中大怒啊 好的胆子 在此地竟然还敢如此犯狂 若不是双方捉对厮杀 大家不愿意以多七勺 坠了戎族的威名 当场有几人就想站起来 杀了罗承了 罗承此刻却渐入佳境 他何尝不知自己挑动了敌人的怒火 自己的向上人头能不能保住 就在众人一念之间 可此刻无暇思考太多 连战连败的无奈 一身本是施展不得的憋屈 只不过借着此刻发泄稍许 忽然间罗承呼吼一声 向前一个踏步 竟然挤进怒目时刀围之中 单掌开落就击在了怒目时的胸口 怒目时亮清的后退 一下子倒在自己原先的座位上 脸上惨白 层层落着冷汗 苍狼一声 足有三四人站起身 拔出腰间佩刀 双目之中饱寒怒火 野元火一伸手 朝左右挥了挥 众人全都坐去了 然后他抬起头目光紧盯罗承 口中缓缓问道 辱不怕死乎 罗承还刀入鞘 双手一抱拳 既然赶来死地 便将生死置之度外 生死不过在大王一念之间 好 此战过后 阁下可愿为我身前左将军 大帐内众人都是一正 奇怪野元火不仅没有怪罪罗承 反而以高官许他 但老实说来 今日罗承所作所为成功激怒了众人 也相应获得了众人的敬重 这左将军的位置 他还真有资格坐 罗承顿了顿 在下目前还是帝国的人 野元火点了点头 也不以为意 他抛出这问题 罗承其实不太好回答 李月天要投降 那是李月天的事 但罗承真要点头答应 那可就是叛了国了 二姓加奴 在任何一家势力都是不喜 免百姓流离失所 也是本王心中所愿 陛下以此为念 对他的为人 本王也甚是佩服 不知这次何谈 帝国有何条件 罗承心底长长地出了口气 知道这一关自己算是过去了 我主持有三件事 要大王答应 请讲 第一 大军入城之后 不可杀伤百姓 第二 不可动皇家陵墓 第三 放开一条通道 让不愿受降的官兵平民离开 大仗内响起窃窃私语之声 李月天提出的前两个条件 也就罢了 可这第三条 若是帝国军精锐尽走 来日定是戎族大敌 可 除此之外 我再加一条 不伤李家一草一木 对皇族成员 尽皆忧待 使其衣食无忧 就连罗承也没想到 野元火答应得如此痛快 同时他心底也隐隐 泛起寒意 野元火如今已有帝王气魄 他要的不是长安城 他要的是整个天下 第八百七十八集 黎窝女子 皇帝是天子 是奉天成运士九五之尊 在许多愚夫愚妇眼中啊 皇帝就等同于神明 而在很多人眼里啊 他们就像是另外一种生物 与常人不同 如今野元火还没坐上那张椅子 但也出露临角之下 荣族八部对其忠心耿耿 他稳坐率暗之后 一语不发却凛然不可侵犯 就连罗承心中也不由暗暗琢磨 这一位难道真是未来天下共主播成 不知不觉见罗承把头可低下些许 敢问大王的条件 刚才最后一条 便是我的条件 罗承一证随即已惊 我有一个包妹 生得如花似玉 性情贤凉 听说陛下久未历后 我愿将包妹嫁给陛下为妻 两家勇士修好 刚刚野元火用的是七 而不是后 在他眼里 李月天已不是和他平起平坐的对手 而是被排局淘汰 需要他施舍几个筹码的存在 他当然不会对李家赶尽杀绝 因为只有真正的对手 才值得他这么做 对于淘汰者 是谁也不吝啬施舍的 罗承沉默半赏 这件事我会向陛下禀报 野元火也知道 这事他做不了主 点了点头 第二件 我需要李家向天下颁布退位诏书 命天下诸侯归顺本王 敢问大王 可还有其他条件 最后一件事 三日后 必须打开城门 三日后 三日时间是否太急了些 需要准备的事情有很多 三日后长安城不开门 本王便打进去 罗承离去之后 野元火遣散大帐之内众人 自己走出王帐 朝营地偏僻处走去 这是一顶精心搭帐的牛皮帐篷 不同其他军帐的杀伐之气 此地颇为安静素雅 野元火刚刚夺步进去 耳边边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 哥哥 你终于舍得来了 你再不来 可就要闷死我了 帐篷内摆设得很简单干净 有两名侍女服侍 一个标志的美人裹着毯子 一笑两个梨窝 荣族营地之中很少见这样的场景 连番攻战 那些首领抢来许多女人 连普通戎兵也需要女人发泄战争的压力 营地内有专门的女营 但是都是从各地掳来的女人 对于这些事 野元火相关也管不了 这本就是荣族的风格 大爷在战场上抛头炉洒热血 抢几个女人算得了什么呀 何况他野元火也未必想管 野元火坐下身 看着眼前女子 冷冽的眼神中带着一丝柔软 乌立汉 你还好吗 日子过得惯不惯 乌立汉 草原上的明珠啊 野元火出世第一站便是击溃北蛮部 他父亲北蛮王四处播种 造成野元火兄弟姐妹无数 偏偏没一个把他当手足的 这乌立汉自然不是他的亲生妹妹 这女子莱莉说来也怪 那一日野元火在草原上侦察地形 无意之中撞见这女子 看来看去 总觉得有几分似曾相识 问她名字 她自己啊也不知道 问她莱莉 她也说她不记得 就好像突然打草原上冒出来的一般 来到野元火马前就问 你们给我一块饼子吗 于是野元火给了她乌立汉这个名字 给她何止的是一块饼子呀 而是锦衣玉食的生活 不好不好 我可是闷死了 只等着哥哥来看我 可是做到也不来 又到也不来 我不是忙吗 我这次来瞧你 可是为了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啊 你的亲事 哥哥胡说什么 帝国人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草原上十三岁的女人就可以生孩子 说来你尾时不小了 我曾经与你说过 要找一个大人物给你做丈夫 保你一辈子锦衣玉食 那也得看看是谁 一般人我可不假 草原上的女子敢爱敢恨 某些事确实也不拖泥带水 那可不是一般人 当得起万人之上 算是人中龙凤 绝不辱没了妹子你 哥哥说的该不会是你自己吧 牛皮吹得这么大 你不知凶 野元火明显正了正 他摆了摆手 胡说八道什么 我同你讲的这位 乃是帝国当今天子 实实在在的九五之尊 绝不辱没了你 那女子愣住 困惑地看着野元火 他不是我们的敌人吗 长安已答应开城投降 他现在是我们的敌人 以后便不是了 无论如何 他是个值得敬重的人 以后你们会安稳一生 平安度日 怎样 你愿不愿意嫁 哥哥愿我嫁 我便愿嫁 哥哥不许我嫁 我就一直陪着哥哥 野元火如今也算铁石心肠 军中众多事情啊 少有某件能乱他的心 可唯独在这女子面前 自己情绪总是起伏不定 有时即喜 有时即悲 那女子瞪大眼睛 专注地看着野元火就问 其实我还想陪着哥哥 为何哥哥不要我嫁给你啊 胡闹 野元火叹息一声 伸手揉了揉女子满头的乌发 我杀了太多人 做了太多原本不想做的事情 算起来 我最后应该不会有好下场吧 你跟着我 不会有福气的 时过境迁 许多事情野元火不愿再去回忆 关键是也未必有回忆的勇气啊 往事商人将其埋葬 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可人的行为总是很奇怪 明明想要淡忘 却偏偏将一个乌力汉放在他身边 提醒着自己常常记得 乌力汉眨了眨眼睛 长长的睫毛忽山忽山的 他忽然笑了笑 哥哥让我嫁我就嫁 嫁给皇帝 我今后便是皇后了 记得 你没有嫁给皇帝 也永远不会是皇后 乌力汉一正 觉着野元火的声音冰冷 坚硬 语气却是从未有过的认真 而他握着自己的手 用的力气有些大 第879集 长安的黄昏 那一夜过后 长安城与戎族方面 又经过几次沟通 荣族也派遣使者进入长安城 与李月天悄悄见面 双方敲定了许多细节 大家都在尽力促成这件事 于是这一切也就进行得很顺利 以眼下情况来看 长安城开门 荣族大军挺进长安城 几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只不过这件事是私底下进行 长安城内大多数人对此事一无所知 许多人仍在担心长安的明天 以及啊 城破之后自己能不能活下来 荣族也没四处张扬这事 荣族上层是知道的 已经开始着手布置 底层兵族却不了解这一切 仍是整个带旦 准备随时会爆发的战争 表面上看去风平浪静 那里却是暗潮汹涌啊 长安城一旦一主 天下大势必定发生 天翻地覆的改变 长安城的上位者 虽然不知道确切消息 却已能够嗅到空气中淡淡的味道 大有山鱼欲来封满楼的意味 虎通百姓依旧昏昏噩噩 按部旧般过着自己一成不变的生活 皮三啊 总是出去的早 回来的晚 虎通人活着不易 何况是眼下的长安城啊 皮三每日啊 卖些个老鼠药蝎子粉 偶尔帮人做些个闲拆 如此才能换来一口果腹的食物 他瘸了条腿 靠着坑门拐骗的本事 竟然还活下来 向来也极其艰难 这一日啊 他帮人下了葬 换了一口饱饭 哼着小曲一蹶一拐地回到家中 篱笆圈起来的院子里啊 坐着一个锦衣滑服的男人 他的面前摆着一坛子酒 正坐在槐树下皱眉沉思 皮三一见心里咯噔一下 上次口放狂言 也有破罐子破摔的心思 大不了一死了之啊 现在这日子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可事后就后悔了 回到家里边那忐忑不安 想着会不会有一队兵丁冲进来 把自己给砍了 可等来等去全无动静 悬着的心裁渐渐放下 可万没想到 今日人家找上门来了 皮三站在院门外颠来倒去 仍想不清楚李月天此番前来的用意 若说他是来寻心报复的话 堂堂天子一句话便可要了自己脑袋 不必亲自现身的 虽然皇帝多是小心眼 可若真小心眼到这种 牙字必报的态度啊 那也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想到这这皮三的胆子 不知不觉见可又大起来了 李月天已然看到了 篱笆墙外的皮三 招了招手 老哥 还记得我吗 不请自来 老哥 不会怪我无礼吧 皮三大着胆子走了进来 微微拱着腰 嘿 老爷是皮三高攀都攀不上的大人物 能过来看我皮三 是我三辈子都修不来的福分 坐 坐 今日我带了一坛好酒 特意来与老哥对饮 看着木桌上泥风的酒坛 皮三咕咚咽了口口水 现在这世道天饱肚子都难 何况是酒啊 皮三也不记得自己多久没尝过酒的滋味了 双方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皮三也没说破李月天的身份 这就是他击贼之处 在街上坑蒙拐骗练出的头脑啊 李月天乃是九五之尊 特意过来见自己 肯定不是为了让自己三败九口 如此 人家不说破 自己也揣着明白装糊涂 他自顾自上前打开酒峰 倒了两碗酒 咕咚咚咚一口饮尽 撇了撇嘴 好酒 看他那样李月天暗自点头 若他当真一见面便大呼小叫啊 那头便败 自己也就没了和他谈话的兴趣 今日也就算白走一趟 说来说去 还是个聪明人呢 李月天难免去想 若是将自己的出身与皮三对调 那自己在皮三的状况之下 能不能活下去 想到这里李月天忽然有点心灰意冷 觉着自己辛辛苦苦 无非是大梦一场 本无什么意义 此刻借着酒劲啊 皮三倒率先开口了 老爷是大人物啊 不会无缘无故来干皮三的 今天是为了什么事吧 倒也没什么要紧的事 只是省下一切时间 闲着无事 索性过来看看老哥 上次与老哥一番长谈 说来伪是受益匪浅 李月天也没撒谎 在今日啊 他已经把诸般事宜吩咐妥当 明日长安城就四门洞开 龙族大军就会涌入长安 这个黄昏 是他作为天子的最后一个黄昏了 难得的光景 他竟来到皮三这儿 守着大槐树 与一个卖药为生的皮三 先谈饮酒 说也奇怪 皮三搞不懂李月天的心思 估计李月天也不知道自己心思 至少皮三知道对方啊 人家没恶意 不是想要自己的脑袋 于是啊 这胆子可就渐渐大起来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多谢老哥的好酒 皮三又给自己倒了碗酒 一口饮尽 就算他待会儿想要自己的脑袋 我先转个酒饮再说 老哥 上次我问你 你说这长安长安守得住吗 皮三愣了愣 他连自己上次说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此刻他也不知该回什么话呀 当能守得住吧 荣族那些丸八糕子 连吃肉都吃生的 又算得了什么 假如 守不住呢 那么 酒和他娘的拼命 连死也要拉个垫背的呀 如果连拼命的资格也没有 种族无论如何都会进入长安城吗 没有嘛 皮三想了想随即就笑了 倒是笑得李悦天浑身发毛 老哥 为何发笑 其实老爷的问题 皮三自己也想过 不仅是皮三 怕是长安城的每个人都想过 皮三已经有了些罪 这话说起来可有点肆无忌惮了 想来想去 最后也想不出个什么好法子 后来啊 皮三突然想明白了 天塌下来 有大个儿的顶着 皮三只是个小人物 那荣族打进长安城 也不是为了杀我皮三 让该坟的人烦吧 李悦天沉默了半晌 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老婆孩子都已经死了 有时候想起他们娘几个 觉得日子过不下去 有时候想想 也未必不是好事 皮三叹了口气 听说那荣族杀人犯火 卧不坐 真被他们杀进了长安城 我的老婆孩子若是糟了 还不如早早死了 免得遭罪 黄昏落日邪 黎巴院内大槐树下 李悦天和皮三相对而坐 皮三一碗一碗地喝酒 一是探几口好酒 二也是为了壮胆 毕竟他可知道 对面坐的是当今天子 往日人家用过的器物 那都得放在他们家祖宗 排位前供奉着 皮三虽然狡猾 可是也得喝酒 才能壮壮胆子 皮三发现 直到现在 李悦天却是滴酒未沾 言谈话语之间 似乎有沉沉的心思 每说一句话 都是哀声叹气老半天 心思似乎不在此处 老爷 您可是有什么烦心事啊 烦心事 实话实说 该处理的事情 已经处理妥当 我现在只是等着就好 剩下的事 也谈不上烦心 只不过 最后这半句话 李悦天又咽回去了 只不过 有些不甘心 可能皮三自己都不清楚 李悦天之所以肯向 戎族投降 有多半原因 是因为这个皮三 自己是帝国皇帝 高高在上锦衣玉石 自己可以冒着 戎族的剑语冲锋 但是实没什么资格 拉着皮三这些个 平民老百姓 跟着他陪葬了 于是才有了 罗承夜入戎族大营 密谋投降之事 老爷 什么事都不必烦心 我第一个孩子死的时候 我也是寻死觅活的 想着要和这个世道拼命 但他们 一个接着一个去了 我反倒是感慨了 活着就是这样 老天一点道理也不可讲 谁让咱们赶上这么一个世道 无非就是活着而已 老天一点道理也不可讲 李悦天念叨着这句话 最后长笑一声 受教了 这世道多的是活不下去的人 七里子散 今天还活蹦乱跳 明天就死在街上 想想他们 我皮三还算是有福的 至少我还能和老爷您一起喝酒 不是 我想这其他人啊 可是没这样的福去咯 如果可以的话 我送你一辈子够喝的美酒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没机会了 啊 怎么就没机会了 老哥 实不相瞒 我今日有一件事托你 嗯 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老哥受人所托 能于清明时节 上坟扫墓 我看得出来 老哥也是为义人 旁人我信不过 能想到的 也只有老哥了 说到这 李悦天心中不免有些苦涩 作为天子 他身边竟没有一个可信之人 马梦起算一个 只不过他不在身边 当年明帝死时 身边还有个刘阿吉 等自己也有那天 身边还会有谁啊 九亿涌上皮三脑袋 拍一拍胸脯 嗯 老爷吩咐就是 有什么要皮三做的 皮三死也不怕 李悦天再次抱拳 皮三神情亢奋 天下之大 能得天子行礼的有几个呀 要不怎么说咱皮三啊 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 那话说回来 老爷要我做什么事啊 我此之后 不知是何下场 买骨何地 我的买骨处 老哥当时找不到的 如果倒是老哥还活着 只想老哥在清明时分 能烧上一炉香 皮三一正 老爷何必说这不吉利的话 您是贵人 当长命百岁 活个一千年一万年 请老哥万万答应 包在我身上 假如你某天真的死了 如果无人埋葬 我皮三一定找到你的尸骨 把你妥善下葬 清明时节 会给您烧香烧纸 不是为我烧香 是为我李家列祖列宗 皮三 我李家背负千古骂名 此事不能怪你 但却因你们气 让你为我李家烧仪式香 不算委屈你 说吧 李月天啊 端起面前 久晚一眼而见 紧接着站起身来 大步离去 直到李月天消失不见 皮三都没回过味儿来 他摸了摸脑袋 然后才发现自己啊 一脑袋白毛汗 酒意已经随着冷汗流出了 这皮三一屁股跌坐在地啊 哎呀 我皮三 试了什么大祸了 明日便是长安城开城投降的日子 但是一些事得在今夜便开始执行 李月天提出的条件当中 有一条是荣族放开一条通道 许那些不愿留在长安的人离去 野员火答应了这条件 但限制是不许寸铁出城 在今夜 荣族大军调动 放开了东边的包围 长安城内传告三军 此时盖子借开 大家才知道李月天已经选择投降了 消息传来传去 可就传到卢骏益处了 同样来自梁州的一伙人聚在一起 也商议着接下来的打算 离开长安城是无主孤魂 必须得另投明主 但留在长安城 可就代表朝荣族投降 成为荣族爪牙 就连天子都投降了 大家也没了什么忠孝结义的担子了 关键是荣族会如何处置这批降疆啊 万一出尔反尔 把大家都置于死地呢 二哥 你看 咱们该怎么办 是留在长安城 还是今夜便离去啊 卢骏益坐在率岸之后沉默不语 不如咱们留下来 反正现在投降荣族 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 卢骏益温廷摇了摇头 我和卢二哥的意思一样 死也不能为荣族做事 咱们就算去做山贼呢 也未必不是一条出路 卢骏益又摇了摇头 身边人全都糊涂了 有人就问 二哥 留也不留 走也不走 究竟要如何 您给句话啊 咱们不会留在长安城 卢骏益终于把眼睛睁开了 也不会顺着荣族的安排离去 咱们打出去 众人皆是一惊啊 荣族定下的条件是不许寸铁出城 众人的战马盔甲兵器可全都得留下 身为军人 手无寸铁那和带宰的牛羊没什么区别 更何况大家可都是沙场上的老兵 不是没有与荣族交过手 放下武器混在老百姓当中 足以使人一生一世都抬不起头来啊 这样的屈辱啊 不是卢骏益愿意接受的 李月天并不是民主 不配我们为他去死 身为帝国儿郎 可以死沙场 不能向荣族投降 更不可为荣族做事 卢骏益言语平缓但质地有声 二哥 咱们离开长安城后 准备去哪儿 卢骏益缓缓吐出两个字 两者